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运的家族遭遇不幸 他从凤凰变成了麻雀 在偶然得知家族的园区可能是被陷害后 谢运决心要查明真相 剧情中 英记成为王位后 谢运的生活变得如同地狱 尽管两人之间有深仇大恨 但他们逐渐解开了彼此之间的误会 并共同对抗那些阴谋家 最终坚定地守在了一起 这部剧不仅展现了谢运和英记之间的爱恨纠葛 还描绘了他们面对逆境时的坚韧和智慧 剧中复杂的情感纠葛和角色间的互动 使得整个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和吸引力 徐整整通过参加青春有你二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在这档节目中 他耿直的性格特点吸引了不少粉丝 后来他谋求转型进入影视圈 在周星驰的电影《美人鱼》中饰演了一个配角 自此也打开了他的演艺道路 他主演了网络短剧《加东宫》 《与君行》等剧 播出后反馈还不错 英记程宇峰是在《御奴交》这部剧中 是一个复杂的角色 他表面上看似冷酷 腹黑 但是记上内心温暖 非常重视保护自己身边的人 由于英记的身份和所处的环境 他不得不以冷漠来伪装自己 隐藏真实的情感 对于谢运 英记的爱情是深沉而争执的 然而 他不能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对谢运的关心和联系 因为那样会吸引周围恶毒之人的注意 给谢运带来危险 所以 英记在人们面前对谢运进行百般刁难 目的是为了让周围的人放松对谢运的警惕 从而在暗中保护他 这种复杂的情感和角色设定 使得英记这个角色在剧中显得尤为立体和引人入胜 他的行为虽然看似矛盾 但实际上是出于对谢运深沉的爱和保护 程宇峰是娱乐圈的一位行人男演员 出道时间并不长 但他的演技还是很不错的 他在网剧《复留年》中饰演了女主角的弟弟陆云一角 程宇峰将陆云少年时的自意洒脱和成长之后的成熟稳重表现得非常自然 此外 程宇峰还参演了《千金难逃》 《湘西鬼岸》等影视作品 萧宝宝的杯葛全谋与爱情的交织 在繁华的城池中 萧宝宝 一个美丽而聪慧的女子 以其对英记的深情与执着 成为了一个传奇般的存在 然而 这段看似美满的婚姻背后 却隐藏着无尽的杯葛与无奈 萧宝宝 这个温婉的名字下隐藏着一个坚韧的灵魂 她深爱着英记 那个她心中的英雄 她的丈夫 然而 她知道 英记的心病不完全属于她 这份单方面的爱情让她痛苦 却也让她更加执着 为了得到英记的爱 她不惜使用各种手段 最终成功嫁给了这个她深爱的男人 然而 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如她所愿的那般美好 英记的冷漠与树立让她感到无助和绝望 她试图用自己的温柔和体贴来打动她 但每一次的尝试都已失败告中 在这个过程中 她逐渐变得扭曲和疯狂 开始设计陷害那些她认为是英记心中重要的人 尤其是谢运 谢运 一个与英记有着千丝万里联系的女子 她的存在让萧宝宝感到威胁和不安 为了折辱谢运 萧宝宝不惜一切代价 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的陷阱 然而 这些陷阱并没有让她得到她想要的结果 反而让她的丈夫英记更加疏远她 当萧宝宝的父亲谋逆被发现的消息传来时 她的世界彻底崩塌了 她失去了父亲 也失去了成主妇人之位 这一切的变故让她痛不欲生 她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是否真的是为了得到英记的爱而失去了所有 在这场全谋与爱情的交织中 萧宝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她失去了家庭 地位和爱情 只留下了一段悲歌般的传奇故事 她的故事让我们思考 爱情和权力之间的抉择 是否真的能够带来幸福 或许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得到什么 而在于我们如何面对失去 滕泽文也是一位新人女演员 认识她的人可能并不多 但她在最近热播的《墨云间》中 也有精彩的表现 她饰演了刘玉珠一角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配角 但滕泽文的表现还是值得大家认可的 在前段时间大火的短剧 《我在80年代》当后 麻中滕泽文也有精彩的表现 她饰演的思念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沐宇 白玉成的裂痕 斗飞扬与英纪的恩怨 在白玉成 全市的巅峰上 引力着一位年轻的少城主 斗飞扬 她是斗家的家主 全市滔天 无人感触其锋芒 然而 这位看似无敌的城主 却因一段恩怨 让她的生活掀起了波澜 斗飞扬与英纪 原本是一对关系不错的朋友 他们曾一同在白玉成的街头 向尾留下欢声笑语 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之间的友谊 因为各种原因开始产生裂痕 最终决裂 英纪发誓 再也不会踏入白玉成半步 而斗飞扬也对此事耿耿于怀 一场意外 英纪深受重伤 生命垂危 为了救她 谢运一元决然地踏入了白玉成 她深知 此行将充满艰难险阻 但为了英纪 她义无反顾 然而 当她来到白玉成 却被斗飞扬羞辱一番 在斗飞扬的眼中 谢运不过是一个为了救人 而低声下气的弱者 她以此为了将谢运的尊严践踏在脚下 在换取了救命的药后 谢运带着满心的屈辱和愤怒 离开了白玉成 她无法忘记斗飞扬的羞辱和英纪的伤势 这一切都让她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愤怒 而斗飞扬与英纪之间的酬愿也因此更加深厚 从此 白玉成少城主斗飞扬与英纪之间的恩怨 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坛子 他们之间的故事充满了悲剧和无奈 让人不禁为他们的命运感到惋惜 而这段恩怨 也成为了白玉成历史上无法抹去的一笔 李牧宇是东南西北影视旗下的男演员 由于出道时间不长 她参演的影视作品并不多 在娱乐圈机会没有什么名气 但从她所饰演的斗飞扬这个角色 来看李牧宇的演技还是不错的 今年她参演的两部网剧《繁华迷蒙》 有妖斗以杀青 期待李牧宇在剧中的表现 玉奴交这部剧故事节奏紧凑 男女主之间的感情线清晰 虽然充满了波折但结局总归是圆满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哦 《1,5,5,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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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上 interval кв期待日。2,000% intolerıs。1,8,5,5,0上限制度變成。2,100 conc Rez kep